你這樣講真的是會讓大家誤解 不要反賺啦 我解釋一下 因為我跟這次目前被收押的 這個劉項杰還有林玉倫 高中二年級的時候認識 林玉倫他是從岡山高中 轉到高雄道明中學 那我原本就念道明 然後我們都是辯論社的重要隊員 劉項杰他是小我們一屆 所以很多報導說他們是小學同學 這個是不是重點 因為他們真的熟的部分 是在高中的時候 因為有這個互動才認識 那所以我們才會在高中的時候 一起去拍過拍貼 就學長學妹討論完一些辯論比賽之後 順便去做一些吃吃飯喝個飲料 然後去拍拍貼這樣 但我跟 拍拍什麼 拍拍貼 我以為拍拍片 拍拍貼 不要再說你開車 那林玉倫他在2015年的這個時候 就引進我去這個自由台灣黨 從事一些獨派這個運動 然後後來我有一些 接到一些媒體的Case 像聯合新聞網 那時候我在做外聘的一個節目編輯 然後也就找林玉倫來去做辯論的節目 剛剛大家看到畫面 這2017年的時候我擔任主持人 然後林玉倫呢 跟李正浩當對手 去了一個節目這樣子 所以這跟 這目前這個詐騙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剛剛那個櫃子只做節目效果 是效果 效果 然後2018年的這個時候 因為他長期這個人就是有點混 就是常遲到早退啊 然後就忙著他的補習班事業等等的 然後這整天沒事咋 就是問我問八卦 這是一個做事不是很認真的人 這個累積了很久之後 有很多一些朋友間的小細節 這邊也就不用再多說 反正我就沒有再跟他聯絡 臉書直接給他封鎖 他封鎖之後他還會在臉書上 大概每隔兩三年就會罵我一下 然後造謠幹嘛的 我就講說算了 反正這跟公共利益也沒什麼關係 那所以說到禮拜五晚上的時候 我一看到這個 徐曉青大姑有涉案這個事情 我一看說我原本來打手遊嘛 在那邊打 啊 贏啦 贏啦 就一看 曉青大姑這不就是劉相傑嗎 以前叫劉紀元嘛 然後說什麼綠德姓林的 什麼綠營網紅 我想說該不會是林玉倫吧 因為林玉倫從高中開始 就跟劉相傑 一直是非常要好的這個朋友 他們一直往來 你是不是有跟劉相傑ICQ之類的 MSN跟語南共舞的BBS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BBS還不是PTT 統一天下的這個時候 不要再講鼓了 所以重點就是說 後來我十幾年沒跟劉相傑聯絡 五年都沒跟林玉倫聯絡 但是共同好友 非常多 所以徐曉欣他一開始演一出嘛 叫我的大姑不是我的大姑 說大姑嚴格來講 並不算是家人的姻親 我一聽都叫他說謊嘛 所以我就揭露了 他們事實上就有 所謂社群之夜的合作往來 以及很多張徐曉欣有去 在過年期間有聚會吃飯 按讚等等的這些證據 就這樣徐曉欣就演了第二出 叫哭倒在病毒 他就是哭在富坤其懷裡嘛 就我害他哭了 那我也沒什麼罪惡感 因為看起來太假了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激起我的同情心 那後來徐曉欣可能想一想覺得說 沒關係我就繼續切割 所以就繼續講一些什麼 他生理期來啦 或者他就關我擦室啦 之類的到今天的時候開始說我冷血 好我現在開始進入到最新的劇情 我剛剛就前情提要 最新的這個劇情是怎麼呢 因為我昨天晚上的時候 接到獨家的爆料 就是因為我對這件事情的發生 引起了關注之後 就有人開始告訴我說 其實杜秉承這個人呢 他從過去還沒有跟劉相吉結婚之前 又有非常多的一個慣犯 會對每一個他交往過的這個女性 用他們這個名義一起去開公司 去借貸款項欠錢不還 然後把錢拿走之後 造成女方非常大的困擾 就是一個感情騙子跟渣男 甚至會使用暴力 或者是各種騷擾威脅的這些手段 有非常多的受害者 那大家知道說呢 劉彥禮就學姓老公跟劉相吉他們劉家 在屏東那邊是有名的這個醫生家族 然後是非常生育也非常的良好 所以顯然就是說杜秉承這個渣男慣犯 他就是看上了劉相吉的家裡面 是有一點小康的家境 以及曲曉欣跟劉彥禮兩個人在政壇上 剛好因為他們結婚是2021年12月 正常上很快速的這個串生 影響力 影響力 所以就是要去做這個結婚這樣 那也就是劉相吉他本人 從以前我認識他的時候 算是一個蠻幽默啊 蠻好相處的人 然後也家裡也不缺錢 也沒有什麼過多的這些物欲 所以理論上來講 不太可能主動的去從事洗嫌詐欺 顯然就是因為被杜秉承所設下的 整層的這個陰謀 所以就跟著一起去犯罪 林玉倫跟杜秉承根本也都不認識 那林玉倫就是因為跟劉相吉是好朋友 所以說可能就被劉相吉一起找進去 那他們在犯罪分幾個城市 第一個城市就單純的借錢不完 就是那2000萬 以及這徐曉欣說的 他有處理100萬利息這件事 這證明了徐曉欣早就知道 事情有鬼有問題 因為你徐曉欣你去處理100萬利息 不管你是付 還是幫忙去討論利息 還是什麼樣的事情 你一定覺得這是一個 有點沉重的一個負擔 你會去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徐曉欣最新的說法是說 那時是我婆婆有一筆債 我也不知道什麼樣的狀況 就很怪嘛 100萬不是10塊錢 張一張跟我問 10塊我就直接拿給他了 不會問為什麼 他跟我今天100萬 我剛剛問一下什麼原因 瞭解一下狀況 然後看看他還不還得起 就是會有一些瞭解 怎麼可能你婆婆跟你 是不是說我100萬利息還不起了 徐曉欣就直接說好 我就給了不可能 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大姑出了什麼事情 大姑丈 就是他姐夫出了什麼事情 不要講得很不熟 他說什麼杜先生嘛 就是姐夫嘛 什麼杜先生 那因此是說 這個在兩年多前 他的學校聽聽都知道 包含的是說 在去年年初的這個時候 劉杜夫妻 已經從事了這個 第一次洗錢詐騙 只是因為證據不足 所以說那個時候的話 檢調就以不起訴處分 但他們用的是 漢城西土這家公司的這個名號 沒辦法再用 要換個公司 才有到去年4月的時候 找來林宇倫去成立了 東陵公關這家公司 那為什麼叫東陵公關 因為我以前跟林宇倫有比賽的時候 有四個成員 我們就縮寫就是東陵肥亨 我就是東他就是零 但是他可能就是有點念舊了 就叫東陵 然後不要把他扯進來 我跟公司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有個洞而已 那也就是說 他們成立了這家公司 之後就產生了現在 有這個犯罪的這個狀況 就被收押了 而過程當中 徐小新一直不敢講的 就是時間點 他什麼時候 又借了這個 處理這100萬的利息 什麼時候 知道有所謂的 他們涉嫌 詐欺洗錢的這個事 因為徐小新他過去 有很多爆料 什麼保齡茶室 什麼的這些資料 他都有啊 然後他跟警察局也很熟 可以回去講 然後停車問題 都可以回去跟警察局那邊講 照理來講 不起訴的對象 被調查的對象 是他大姑 他不可能沒有任何情知 那他已經知道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徐小新他去年年初的這個時候 他就讓大家知道說 他的這些大姑跟他姐夫什麼的 就涉嫌詐欺 會發生什麼事 他四月的時候 跟費洪泰 今天動地的這個初選 可能會風陽變色 初陽變色 會影響到他的從政的一個形象 那因此他在過去的一整年當中 包含他大姑 先是從家暴的受害人 變成詐欺的共同震犯跟加害者 徐小新都是屬於不知道 他現在最新的說法就是說 他四月初看到新聞才知情 那這個就是讓人覺得 所以你過去不是很多料可以爆 又可以連連看還什麼 結果就像你旁邊 你家這麼親的這些人 然後你就講到說好像跟你很不熟 完全沒聯繫一樣 過去一張圖上面 有幾個人 他們在同樣照片上 你就說黃偉哲 鄭文燦你們是不是有什麼 他們舞弊跟大學就混在一起 你自己的這個大姑跟你的這個大姑障 然後在那邊 做確實已經被收押這件事情 你要等到被這個收押 禁見19天了之後才知道 所以我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說徐小新你這樣真的太人血了 你為了去鞏固你的社會形象 原本你有很多機會 去年年初的時候 去福島檢舉 大意滅清也好 叫他們不要再犯罪也好 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原本你在去年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要離婚 你知道有相關的家暴的 等等的嚴重的犯罪問題 你可以去發揮你的影響力 你對媒體的這些關係 你在政治上市議員等等的權力 好好的去查一下 這個叫杜秉承的 他過去有怎麼樣的一個負債史 跟他的這些過往的一些黑歷史 你把他找出來之後 讓劉相傑離開這個壞人 結果不是你去救你大姑 現在是要我出來講這件事情 我跟劉相傑十幾年沒聯絡 我跟劉相傑五年沒聯絡 怎會變成我要去踢爆 你知道跟我講的 被劉秉承受害這些人 他為什麼跟我講 因為他對徐小欣很失望 他覺得說徐小欣為什麼這件事情 底人上他應該大顧事情他都知道 結果他卻在前幾天的這個時候 才出來輕描淡寫帶過 所以他才把這件事情告訴我 希望我把杜秉承 原本叫杜承博 他從過往以來做的這些壞事 對女性的傷害 要好好的把它揭露出來 那就是說我在這邊 還是必須要奉勸一下徐小欣 當然你在這一次可能你不是詐騙集團 你不是詐欺 你沒有 目前沒有更進入證據 是證明你有洗錢 但是你明知道這個犯罪 你既不檢舉 你也不處理 你明知道有所謂的家暴這個問題 你卻冷血的 就張作梅這件事情 把事情都壓下來 現在反而把冷血的帽子 扣在我頭上 我原本在前兩天的時候 不知道這些內幕 有部分內幕還不知道的時候 我就懷疑這個保護令 現在我因為知道更多內情之後 我知道杜炳城這個人 是非常有嚴重的這些慣犯 所以我也在這邊還原了所有的真相 當我拿出我的熱血的這時候 請徐小欣也發揮一點 身為新科立委的一個影響力 好好幫助你的家庭 因為如果你的家族 都沒有辦法幫助的話 你怎麼幫助選民 怎麼幫助台灣人 他現在去說 因為對這個婚姻 在考慮離婚 難怪台灣的離婚率 他們結婚率這麼低等等 一夫連婚姻本身都要切割 連自己婚姻都要切割的人 這個要選民怎麼樣再去信任你 我覺得這個是徐小欣 接下來必須在我出國的時候 認真回答的問題